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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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進行第三場 大家還是繼續留下來一起努力的討論 我們這一場主要是討論 因為前兩場其實比較多的講者 今天很高興我們請到前中興大學 現在在台北商業大學的許之一榮譽長作教授 第二位我們請到劉仲恩台大社會系劉仲恩副教授 他對探教的議題非常熟悉 第三位我們很高興也請到全國工業總會前後副處長 第四位我們請到電電工會胡惠森常務理事 第五位我們請到彭啓銘 彭啓銘總經理我就不用介紹了 每天都在看他的天氣光線 最後我們請到碳稅聯盟的潘漢生召集人 好 那就我避免 待會兒我跟蕭泰基老師一樣沒有時間講 我先講我的 這是主持人的Prepage OK 好 我想就是像我今天開場的這個整個碳定價制度 有它的總體性跟動態性的問題 那我們今天聽到其實有不同的聲音 對總體性探定價在國際的競爭跟國內的競爭 國際的公平性跟國內的公平性 其實有不一樣的觀點 所以這是可以今天討論的一個重點 在這兩個總體性跟動態性 譬如說要去做豁免或是所謂緩征 或是開始階段性的征收的部分 我想最重要的是一個制度性的信任 整個社會其實在面對這個議題 其實也都還在學習 那我們可以講的是說 比較大的架構是說 的確剛剛前一場就有一位先進 把他中剛的吳處長提出說 我們台灣的碳定價制度 其實比全世界已經落後非常多 所以台灣的關鍵問題是在速度問題 如果我們辭職了別人這麼多的一個路程 我們在速度問題上怎麼設計一個 要固執各方的利益 跟固執總體國家的永續競爭力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思考 所以今天的一個議題的重點 其實是在談扣減2.5萬噸 所以這兩個問題 一個是其實上禮拜我們在環境部 我們幾位學者有進去討論 第一個大家都應該都同意 逐年的這個從起征點逐年的往下降 譬如說2.5萬噸到1.5萬噸到1萬噸 但對於擴減2.5萬噸作為免費的額賭 這個大家的意見就不一樣 今天 所以這是兩個問題 這是兩個問題 那同時大家對於碳費 未來的碳費委員會逐年的徵收 這個碳費的價格逐年往上提 這個大家應該都有共識 因為這個也是一個 整個社會轉型需要的一個架構 這是第一個跟大家報告 第二個報告就是說 在整個 因為剛剛一開始 其實大家有定義說 碳費到底是一個管制 做一個簡單的政策工具 而不是是不是一個財政工具 我們前幾天也到國報會去 其實也在談這個問題 其實說從國家整體的角度來講 當然現在暫時上 我很簡單來講 就是說台灣從2006年的能源稅 到2009年的能源稅 的戶稅改革 到2015其實有30能源稅的機會自創 那因為這些過程 我們在碳定價機制上就辭職了 有一些政經利用稅 那在這個架構底下 所以未來碳費在政治現實上 因為有CBEN 所以環保署在2020年 可以開始提出碳費這個概念 產業界才滿滿接手 所以現在 但是現在我們面臨的問題 不是碳費的問題 而是淨穎碳 會衝擊到非常多的產業 非常多的微小企業 非常多的民生運輸的問題 所以它未來的架構 不會只有針對產業 所以這個事實上 我們大家可能要一併思考 未來要從碳費到碳水這個架構 我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剛剛一開始中藝 有一位博收研究員在問 這個碳費收的 結果碳費收的未來就是到溫管基金 那根據這個 這個7編法第33條 這個溫管基金裡邊 有13項使用用途 包括把公正傳給它進去 所以那個的基礎是什麼 基礎是講說 在各部會針對禁營轉型 所產生的公正轉型 衝擊的時候 各部會必須要自己提拨基金 不組織處 再來跟這個溫管基金 這個爭取所謂的相關的預算 那這個問題就很麻煩 因為溫管基金未來 就是環境部底下的一個基金會 那各部會其實未來 遇到這種所謂大的衝擊 它要拨預算的時候 要去跟環境部這個溫管基金申請 這我其實在今天提過案子 我的意思是說 我舉一個例子 今天探費從300塊開始收 從到500塊到600塊 未來可能是300億 500億 900億的架構 我們學界最care的就是 科技部現在國科會 國科會在2022年只有1300億的預算 所以未來如果溫管基金 有一個900億的預算的時候 只放在那個架構底下 其實會產生問題 所以這個小老師已經做了研究 這個財政部 所以現在很多語論在批評說 財政部在金銀探牌裡面 沒有跳出來有一個角色 我想這個也不是大家在談 財政部必須要去規劃這個部分 就是說未來針對這個地方 所以小老師從財政水智的角度裡面 是說可以去提拨一個類似 歐洲的這樣的一個氣候社會基金 或是我們台灣講的公正轉型基金 這個部分 是我順便來回答一下 剛剛大家的一個疑問 所以回到一個總體架構 就是總體型跟動態性 大家要均衡 那怎麼樣讓台灣不要再辭職 因為我講我的意見 就是台灣的關鍵在速度問題 這個速度我們怎麼往前走 我想大概先把劃掉幾分鐘 我們的主員已經在看時間了 OK 好 那我們第一位 是不是請許志祺教授 給我們做一個語談 六分鐘 謝謝 好的 很難得有這個機會 聽到前面的兩場 這個討論我來談一下 這個碳市場的機制 這是我們這個 嘗試的題目 是有助於淨零轉型的 定價制度 好 那我先講我的兩個解讀 就是 這是一個很嚴肅的問題 這個碳費和碳水 對目前這個碳費的草案 剛剛討論了很多 那當然 政府單位有記到 抓大放小2.5萬噸的門檻 我個人認爲 80 20% 可能是我們行政交易的成本 versus 你去抓小 你產生的那個 政策的效益 而付諸更高的這個行政成本 可能這是第一個要考慮的 我不太確定 我打涼功 這個可以考慮 第二個 為什麼說 2.5萬噸 免增 一個是 說網原則 我們說 Grandfather's Law 你要讓他有時間去轉型 第二個 我們現在真的應該是那個 Net Net是比較公平的 你不能說2.5 一下午就刻2.5萬噸 通通刻 他不是 他應該是 2.501噸 那你刻那 一噸 慢慢刻上去 所以 這個在我的解讀 我不確定我再講一遍 但是值得 是思考的 這是第一個解讀 第二個 有問他為什麼台鐵 高鐵 101大樓 免增 台鐵為什麼自己刻 自己場內的油煙 我個人認爲這個 公用事業跟一些枢紐的業者 更重要的它是 自身 是內需的產業 那 為了減少 綠色通膨跟社會失業 所以暫時不刻徵 國內的這個服務業跟中銷企業 是針對外銷 外銷反正 國內你不刻 你到國外要被刻 所以 好 這是我的解讀 那我現在進入 進入正題 當然這是一個痛點 而且 越多人 越廣泛 大家這麼關心的這個痛點 其實就代表一個越大的商機 看定家 它絕對不是一個 單純環保的課題 或者講社會成本 比方剛講 綠通膨 死社會失業等等 它是一個ESG 新興產業發展的模式 循環經濟跟 綠色經濟 我這邊舉例講 那為什麼這樣呢 那最主要是因為 大家慢慢有共識了 那在講共識之前 我們先了解一件事情 這是一個市場的機制 市場這件事情 是我們講 人類溢於其他所有生物 獨有的能力 所以人類才能同意這個宇宙 而二氧化碳 就是人類有史以來 最嚴重的市場生理 最難修復 那市場生理 大家知道 獨佔 公共財政不談 那外部性 其實就是二氧化碳 真正的問題所在 所以要課 碳肥跟碎肥 那怎麼課呢 這市場修復 失靈的兩種方法 一個是技術管制 技術管制 最低排放標準之中 用了很多 這個行政管制 並不是很好的 主流 現在的主流 尤其是 COB 風會 氣候風會的主流 因為方法學跟碳盤查 這些共識跟方法論 都已經逐漸形成 產生了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 因此 經濟管制 也就是市場機制 已經是成形了 儼然成形 儼然成形 就是這個市場機制 是修復一個前面 二氧化碳造成的一個 市場的失靈 那這市場的機制 我們就是 剛剛前面講 有 經濟管制 技術管制就不是市場管制 它是行政管制 是不一樣的 好 經濟管制分兩大類 一個我們叫 寇視定義 就是大家剛剛在講的 這個總量管制 從京都一定數以來 到現在的 Corp風機的主流 都是 走 總量管制 總量底下你去交易 你要降到多少量 那 這是因為已經很多污染的 這種案例 有成功的 潛力可循 而且比較受歡迎 受歡迎 屁股稅 屁股VM Tax 為什麼不受歡迎 因為一般人都認為是成本 所以是不受歡迎的 從量跟從價 為什麼 從量 我們現在費是從量 從量就是說 當你的碳費 那個 市場的價格很高的時候 我課的那個就相對比例比較小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如果是Percentage的話 你高你就課的越多嘛 因為你的Base大 你的百分比一定課上去越大 所以你會助長那個社會的痛點 所以從 我們講貨物稅 重量很多 後來水泥業都改成 貨物稅的改成重量 這是有原因的 避免 把價格Push的太高 好 那最後 碳費要課多少 這個要看台灣在全球的定位跟利益 我們台灣的比較利益是 ICT這種技術的強項 而不是去做 大的那種 太大的資本的投資 所以我講說 比照新加坡好 新加坡國際旅客 住一晚上是排放二氧化碳30公斤 台灣一個晚上是150公斤 是5倍 所以 所以國際會議人家不太來台灣開會 因為現在Cop Street 你都要算你的員工 出差啊 多少碳排放量 所以這個都要考慮 那 我認為在這裡很重要一件 是今天這邊沒有看到一個 任何一個量化的模擬分析的需要 跟它的重要性 也沒人提出這個數字 我覺得有關單位是責無旁貸 甚至我建議 既然我們有2.5噸這些 Big Data 過去這麼多年 就上架 就Open Data 這樣群眾外包 然後所有這些在座 有這麼多人關心 大家自己去Download這個數字 你可以去用你的AI 或者用大數據去做分析 好 那C-Band呢 你看 它針對的是國際貿易 才做課徵的對象 我們目前的廠商 似乎把區隔成為國內 Final Demand Good 我們叫 Domestic Demand Good 這種很難轉嫁 你在國內消費 空間轉嫁很小 會帶來綠同盟 或者社會成本 國外的貿易 它多半都是International Trade 我們叫中間財 所以它的轉嫁 轉型空間是比較大的 那所以我認為 把區分成為這兩個財 是有必要的 那好 再說一次 我們 這只是我很理性 自己 針對今天的討論的主題 提出來的 那非常同意主持人 今天講的那個 整體性 系統性 結構性 動態性的量化 模擬的分析 自為關鍵 好 以上 好 那我們這一場次 就請所有語談人 都先上 上座 OK 然後我們 接下來就請 劉莊文教授 來跟我們做一個 六分鐘 那首先還是非常謝謝周老師跟風險中的邀請 今天很榮幸 有機會來這邊跟大家簡短的分享一下 只有六分鐘 所以儘快 我就快速進入重點 分享一下我個人對於 碳定價這個議題的一些想法 然後我發言分成三個重點 然後第一點 我想要談一下 這個碳權的部分 剛才周老師有特別講到 我之前也在這個議題上有一些努力 我覺得在這個 今天我非常高興是有一個場合 這麼多人來聽這個碳費的討論 但如果今天是這個碳權的討論 我們可能需要一個更大的場地 因為我覺得過去這一段時間來 這個台灣社會對於碳權有一個 很多在我看來有點 不是很不切實際的一些想像 很多誤解 那其實這部分已經成為一個阻礙 成為一個轉移焦點 變成說大家不是很在談實質 大家真的企業要減量的部分 而是一直在想說 到底要去哪裡買碳權 有一堆課程要上 上了這個課程 買了這個碳權到底不會用 那其實我非常想要再次呼應 剛才這個書長提到 這個碳權 現在碳交所的碳權 是不能夠做碳費抵用 而且在 我也非常支持 剛才這個林彥廷研究員提到 說在第一階段的時候 這個 就是碳費在初步上路的時候 這個碳權的使用 能夠我覺得越線縮越好 其實是很清楚定出一個規則 會有助於 大家學習一個這麼複雜的制度 因為今天我們有非常非常多面向的顧忌 那就目前的台灣碳權的制度 看起來我覺得也還有很多 可以簡化的空間 尤其是現在過往有先期專案 有抵換專案 現在有資源減量專案 這個聽得懂這個 表示你是這個圈內人 那還有一個增量抵換 那增量抵換這個碳權 又是完全不同的 不同的用途 我覺得這部分是需要很 尤其是增量抵換 跟資源減量的部分 我覺得是有 非常值得 可以整合討論可以整合整病的部分 讓這個制度變得比較簡單 異形 這個是 那整體來說 我覺得還是環境部很期待 環境部可以是 某程如果講正式聽說這個東西在現階段 它最多最多是一個輔助工具 而且不是最重要的事情 那這部分我覺得還有 我臉書上每天被打各式各樣的廣告 我覺得這還有很多可以澄清努力的空間 這第一點 第二點我想要談一談這個競爭力的部分 其實我講的重點 剛才蕭老師跟周老師都大概已經提過了 我今天也是看到這個 這個剛才司長提到這個 實質探定價跟明目探定價這個分別 說國外有一些產業 它的確在 對的確是沒錯 EUTS裡面的確有很多免費合法配額 這個沒錯 但是今天我們剛才談到說 這個我們看探定價 應該是整體的這個成本 這個探的成本都應該一併考量 那我也查了一下 在剛才這個能源 能源署自己提供的資料 這個工業用電 在這個有一個表 這個台灣是全世界倒數第三D 第三D 那這個32個國家裡面第三D 我們剛才談到日本的這個 能源效率非常好 鋼鐵這個製程效率非常高 它日本的電價大概是台灣幾乎兩倍 那即便我們把這個碳 剛才我們在談的時候 不管一噸三百塊五百塊一千塊 這個一噸一千塊的話 那就是一公斤是加 我剛才算了一下 就是你把它換算成電費裡面加 也是加了一點多塊錢 就是加上去之後 還是比日本的電價還要低非常的多 那如果我們看起來 其實是別的國家抗議台灣 這個競爭不公平 其實現在碳洩漏來台灣 因為台灣的水電油的成本 相對起來是比較低的 所以這部分 我對於我跟蕭老師的立場 是非常接近說 競爭力的部分 台灣已經享有了 我們長期把外部成本 這內部成本外部化 這個這個 想有很多 對環境 對這個全人類不利的 這個競爭環境 我覺得其實這部分 對於台灣產業的競爭力 再算一下 到那個實際上 我們那個電價上看起來 我不覺得是非常值得擔心的事情 好 這是第二點 第三點 我想要講一個 我一直很不喜歡這個 綠色通膨這個詞 那我也不太想 我也想不太到一個更好的詞 因為綠色通膨 我們在收探費 是一個非常好的事情 因為我們是 一方面是減碳 然後一方面是促進產業競爭力 那 可是它就可能會讓物價上漲 變成綠色通膨 大家聽起來就說 物價上漲 大家都不喜歡 這個就好像就 也讓政府會有點 愁雏 這個做下去 是不是會有很大的反彈 那這部分 我剛想的半點 有沒有一個更好的 其實就在我看起來 它這個成本是反映 原本我們本來就應該負擔的 外部成本 所以其實 它是一個轉型的催化劑 其實這個額外多了一些 這個錢其實 是一個非常好的事情 但我自己也沒有說 我就很想要多付那個錢 但我覺得是一個 是一個道德上 這個價值上 我覺得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一件事 那 當然如何去化解這個綠色通膨 還是回到剛才 剛才周老師也有提到 這個碳費的使用的 這個 這個用途 那其實公正轉型 也被用在這個 作為這個用途之一 那 其實剛才那個 司長的報告裡面 應該也提到 新加坡的碳稅 有一部分是直接返還 去做一些水電費的一些補貼等等 我覺得這部分是很 很值得思考的方向 我一直也覺得 如果可以把一部分的碳費收入 是返還給民眾 不管是用 我之前 自己寫作是覺得是 可以採 那個 加拿大那個 British Columbia 他就直接發碳紅包 就每一季發一個碳紅包 就是 大家現在拿消費捐員 拿了很多次 就是 有一個 碳紅利的概念 這部分 像碳水聯盟 好像有類似的倡議 那這部分 我不確定在現在的這個 碳費制度下 可不可以 執行 但我覺得 這是一個 很值得去思考的方向 也可以換取更多的 這個政策的正當性 好 那以上三點分享 謝謝大家 好 謝謝劉生長中教授 我們下一位 請到全國工業總會 陳鴻 副秘書長 那個主持人 還有那個 各位在場的前輩先進 大家好 那我想 我就是那個 從產業界的觀點 來分享 我個人的一些 觀察跟看法 那我想 首先就是 我大概提出一個 就是說 大家可以去深思的問題 就是說 我們 正說碳費的目的 最主要是要 要讓業者能夠加速 減排的這個工作 可是在這個 事情的同時 我覺得很重要的 就是說 要讓企業能夠活著 然後去做減碳 而不是因為 要減碳 增收碳費 讓企業沒辦法生存 我想這次開中民意 第一個 先談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所以在這樣一個 想法之下 就是有幾點 我大概分四點 來跟各位做說明 就是說 第一個 所以我們談這個 碳定價 第一個要考慮到 所謂的公平性的問題 那這個公平性的問題 就會 有幾個 從幾個出發點來看 就是說 第一個 如果國際間的一個 就是它沒有徵收的 項目 我想我們在國內 要不要來收 就有 需要去做深思 那第二個 就是說 如果 國內跟國外 都沒有減碳的技術 這個時候 我們要徵收碳費 事實上 不管你這個碳費 收的再高 即便你一萬 你一頓收個一萬塊以上 那其實 它沒有辦法去做實質減碳 它還是沒有辦法去達到 這樣一個減碳的技術 那像剛剛那個主持人 那個就是周老師講 就是說 2.5萬光噸這個門檻 到底要不要設 或設的到底 那個就是大家可能那個 看法 就有點莫衷於事 那我個人 從過去的觀察 是這樣子 就是說 我們要減碳 因為目前 畢竟我們是 第一階段 那個要徵收的時候 是不是全產業 所以 從那個 既有的 這512家 所有的排碳大戶 來看的話 那就會有 所謂的 就是有的被徵收 有的沒被徵收 甚至有比較極端的 就是說 同一個產業裡面 它可能只有 唯一一家 它會被徵收 所以這裡面 就有 我們國內 同產業 或不同產業 之間的一個 公平性 這樣的問題 那所以 站在一個 公平的 這樣一個角度 來看的話 事實上 我覺得 定一個門檻 我覺得是 是 似乎是必要的 那至於 為什麼是 2.5萬公噸 因為我們現在 起徵線 就是2.5萬 所以如果 大家都從 2.5萬的 01 的 收 開始來徵 我覺得 這是符合 我剛剛講的 這樣一個想法 所以 那個 就是 我們整個 碳費的機制 如果要促進 整個產業 它要去投資 減碳 我想 剛剛講的 就是 也有其他先進 有 可能有 其他不同的看法 可是我覺得 還是要去兼顧 產業的一個 國內跟國際的 一個這樣一個 競爭力 那重點是說 其實 避免就是說 因為收了 碳費之後 有些產業 它活不下去 或說 它要出走的話 事實上 是 反向的淘汰 跟造成 所謂的碳洩漏的問題 我想 這是 第一個 從公平性來看 那第二個 就是說 徵收碳費 事實上 就會有 跟我們那個 現在 氣候變遷 英語法 31條的問題 就是說 是不是需要同步去 開增 我們的一個 所謂的碳邊境稅的 這樣子一個問題 那這也涉及到 公平性的問題 那 舉個例子 就是說 其實以國內的 這幾個 那個 所謂的 能源密集產業來講 鋼鐵石化 水泥造紙綁織 那其中 我 因為前面幾個 兩場是我沒有參與 那我可能就是 也順便代表 水泥產業 能發表一些 其他的看法 就是說 以水泥業來講 基本上就是 我們國內內需為主 那目前 其實這 這幾年 其實 國外進口的水泥 是那個 百分比節節上升 那國內水泥 因為那個 本來就有 就是 所謂的 低價傾銷的問題 那如果 我們開增 碳幣了以後呢 如果沒有同步 開增 這個所謂的 碳邊應稅 如果以 每一噸 三百塊來 來做計算的話 事實上 水泥 它每一噸的一個成本 大概就只有 三百塊而已 它其實收 三千塊而已 所以三百塊 它其實會佔著 它十分之一的成本 那這個時候 不但讓產業 沒辦法活下去 相對的 會造成 國內的水泥 它會更節節敗退 國外的 那個進口 會更多 那國外進口 更多 其實會造成 一個反向的結果 就是說 那我們的 這個減碳的 這件事情 可能是不減 反正 我覺得 這是一個 這樣子的 一個思維的問題 也可以提供 大家做參考 那另外就是 那個碳廢設計 其實 剛剛那個主持人 有特別有講 其實我們工種 產業界也比較贊成 就是說 其實就是說 我們先低 後高 然後再來分階段 的去做 檢討跟調整 我想這個部分 應該是 這個大方向是 正確的啦 那我想就是說 也我有這樣子 就是說 所謂的那個 綠色通膨 或所謂的 帶動 整個那個 通膨疑慮的部分 才會大為降低 我想這個部分 我就大概先點到為止 那最後一個 就是說 其實我想嘗試著 再用幾分鐘 來談那個 所謂的 那個 制度減量計畫的 這件事情 就是說 其實 因為當初 我們在談這個 制度的時候 真正的想法的時候 最主要其實是 參考英國的 一個 一個 實施的一個方式 那這裡面 就是說 其實是最主要 是希望我們國內 透過這樣一個 制度減量計畫 去定它的 減量目標的時候 能夠去達到 企業去投資 整個 能源效率 提升的 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可是這裡面 就有兩個問題 一個是說 因為我們現在 定的就是說 如果 我定了一個目標 那你 那個基準年 跟你的 那個 那個完成年 到時候 你沒有達到目標 事實上 你要去補角 所有的那個 所謂的優惠 倍率的問題 那這裡面 就會有一個 一個 吊詭 一個盲點的問題 就是說 當企業 他定了這個目標 表示他 有決心 他去做減碳 可是最後 他你們一角 如果只差 那麼一點點 他其實就沒有 能夠達標的時候 他卻相對的 除了他的投資以外 還要再補角 所有的那個 所謂的那個 就是優惠倍率的話 事實上 對產業 他其實是不公平的 所以我在想 就是說最後 提出一個 這樣的看法 就是說 我們在這個優惠倍 定了這個優惠的稅率之後 是不是還要有一個配套 就是有一個集聚的概念 也就是說 我最後雖然 沒有達到目標 有一個集聚上 讓他還是能夠 享有優惠的 這樣一個概念 我想才能夠 比較實質地 促進廠商 更願意的 去自主投入 去做減碳的工作 那我想我大概就是 第一輪的發言 就先到這邊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 前副秘書長 其實台灣的產業的典範 正在轉移 這個2021年 應該是8月吧 這個全國工業總會 第一次破天荒 在他的政策排皮書 這個催促政府 應該要制定 完整的探定夾起 讓台灣的產業 能夠影響國際的競爭 那這個表示 全國工業總會的想法 跟他要執行的面向 也開始產生了變遷 所以我想這個是一個 非常好的逆境 第二穿場一下 我開了幾十年的研討會 沒有說到 賣五點 還這麼多人 表示這個議題 大家非常的重視 所以我們下一位很高興 我們請到 電電工會的代表 吳衛生常務理事 也是胡董事長 好 謝謝主持人 所以非常感謝主辦單位的邀請 大概跟大家報告一下 電電工會 到今年已經76年了 我們有3000多家的會員 那涵蓋當然 從半導體產業 重電機 電子 還有包括印刷電路板 還有機械 各個電機電子業 都是我們的會員 那這3000多家會員 因為今天要參加這個論壇 我們特別去統計一下 目前我們有62家是被納管的 就是在針對這個碳排的部分 是被納管的 那62家裡面有 ICT資通業的大概有46家 大概佔整個納管的事業體是30% 那排放量現在大概是5600萬噸 大概是我們佔總排量的這個20% 那他們主要是直接排放只有48% 大部分是間接排放的大概有52% 那間接排放當然就包含這個使用的電力的問題 那經過今天 為了今天的這個論壇 我們也對了於這些產家來進行問卷 我們做了一些問卷 是希望得到一些產家 他們現在目前遇到的一些問題跟情況 那我們終關幾個問卷跟大家分享 他們現在希望的就是 第一個碳定價的計算 他們希望就是無論政府還是主管的機關 他們對於整個碳定價的計算的邏輯 及設計的方式是不是可以透明公開 讓企業可以清楚你是怎麼定價的 尤其這個定價它的法規制度是有沒有階段性的 還是譬如說你2030 2025或是303540到底是怎麼樣的程度 那因為這關係到什麼 關係到他們這些產業啊 他們要對外報價或對外競爭力 可能他們也要開始考量 到底哪些產業在台灣還有競爭力 或者沒有競爭力 因為他們每一家產業的利率不一樣 像半導體產業 他們這個科技含量比較高 它可以接受的這個就比較高 但是有一些電子業 它的這個競爭是跟韓國 甚至跟一些大陸的這個紅色供應鏈在競爭 所以它的毛利率可能就比較有限 那它可能就會濒臨到一些國際競爭力的問題 因為他們現在在台灣還遇到一個問題比較現實 就是很多這個國際貿易關稅 台灣都沒有加入 所以他們很多在東企業在其他國家是零關稅 那台灣還在課很多的關稅 所以變成這個衝擊下 它是希望能不能透明的讓大家知道 我們準備怎麼走 那第二個人他們也希望就是說 碳定價的價格定定 當然還是要符合國際整個減碳的趨勢 希望能對企業的貿易競爭力 跟整體考量的評估 可能我們要保留 是不是有滾動性的調整機制 這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我們可能認為這樣的做是好的 但是做下去就發現 一堆工廠在倒閉 或者一堆事業潮在上來 那我們年輕人可能一堆事業潮上來的時候 那是不是有滾動的機制去修正 或是緩衝或調整 這可能是我們也要顧及到的 那第三個就是說 剛剛大家在討論的就是免徵的問題 那我也問了這些會員廠家 那會員廠家就是說 當然是2.5萬噸還是1萬噸還是幾千噸 大家沒有意見 大家的意見是什麼 就是說如果企業一定比例的碳排是免徵的 那是不是剩下課徵的這個費用 要不要跟國際的自願性的碳交易市場做接軌 那這樣子的話 你才不會跟國際脫軌 那這個脫軌可能就影響到這個產業在國際的競爭 那另外就是說 這個碳費徵收的科學方法 是不是要考慮量出為路 假設政府訂定了每年減碳的總量 需要的費用 那換算下來每公噸的經費 是不是碳費的基礎 這個也可以大家做一個討論的這個內容 再來就是間接排放 因為間接排放 現在是電力工會有很多會員 因為他用電 所以他有一個電力的碳排指數 那這個指數呢 跟整個國家的電力碳排有關係 譬如說我們要非核 那非核可能就覺得碳排就會比較高 那這個碳排指數呢 這個電力其實在變動 本來502現在變0.495就在變動 那這個變動會不會未來有沒有配套 跟著這個變動不會後來有些爭議 那這個也請大家能不能做考量 另外就是無論碳費也好 或是碳權罹患也好 能不能建立多元化的管道 讓企業就是說他願意做 因為電力工會很多的會員 事實上做得比國際都還要前面 他們也願意大量的投入 因為我們有一些大概30%的會員 跟國際是同步在接軌的 那當然還有些壓力是因為國際 會員這個客戶的壓力 讓他提早就在做了 不管政府有沒有在課碳 我們有一個會員廠家 自己內部碳定價 都定個快9000塊一頓 就是給各個事業單位壓力 那很多事業單位可能就做不下去 那逼著他要轉型 所以我們自己很多會員廠家 自己給自己的要求是很高的 但是同時遇到一個什麼問題 就是當撿到最後撿不下去 就這個產業 無論有什麼方法 花再多錢就撿不下去 那這個產業在台灣到底要不要 這可能是我們要思考的 好謝謝 我們謝謝電電工會 那個火屋常務董事 那下一位我們請到那個 台灣氣候聯盟的秘書長 謝謝周老師 我有幾個建議 其實我來之前 我最近在指導一個台大的 很優秀的碩士團 那他以前是幫大家寫盤查 寫夜劇報告 他覺得那個很無聊 所以他 quit 去創業做氣候科技 他覺得這個未來是很大的 但是我告訴他這個 台灣的狀況 你要撐個幾年 你可以接受撐個幾年 也就是說大家談的這個 炭很熱 但是真實的氣候的年輕人創造的 綠色工作機會 我們的制度不夠完善 讓年輕人沒有辦法找到新的綠色 所以我們現在做的就是買體重機 比賽體重機 不是還沒有進到減重產業 減重產業包含的醫療 醫美食物運動健身等等 台灣還沒有走到那一步 這個也請大家要努力 那第二個呢 我覺得因為我年紀稍微大一點點 我覺得今天談的那個 很像我們二十幾年前談的那個 空母減量的法案 很像一群環工學者談出來的東西 大家在比價寒價 但是我覺得碳是不一樣的事情 所以不能夠用環境部的思維去看這個 是要更高一點 國家的角度來看 不能用環境部 我覺得這個有很多環工的影子 因為我每次我們去COP28 跟外國人解釋說我們台灣的這個碳的制度 我都講不清楚 可能劉博士講得最清楚 可是人家會覺得你們好複雜 我們搞了那麼多的一個系統 所以我建議環境部就好好 把幾個國家的方法弄 我們就好好選一個國家來定 不要這個超新加坡 這個超美國 這個又超歐洲 這個又選日本 這個變成一個很奇怪 沒有辦法跟國際銜接的 而且沒有辦法 預測這個政策的後續的可視性在裡面 所以建議一定要這樣做 那另外一個呢 台灣氣候聯盟 也是很多都是電電工會的會員 但是我們很著重在氣候變遷 其實我們現在大概有100位的企業 其實我們沒有在談這個 我們 我記得有一天 那個碳交友成立的時候 台積電的 那個河立梅副總打電話給我說 彭博士我們要不要去買啊 我說不用啦 那個是資源性減碳的東西 買了就如同 我就把蔡組長的話跟他說 喔這樣 那我們國家搞這個事情幹嘛 繞了一大圈浪費大家的時間 創造一堆不必要的一個課程 我做這個事幹嘛 他就說 我說我們知道就好 所以我們氣候聯盟 有些企業是 應政府要求買了一些 但是說真的沒有用啊 沒有用啊 然後其實真實的裡面呢 我們內部的 最近我們這一兩年做了很多 就是企業內部的探定價 比如說從這個 台達店的一頓300塊美金 怎麼去處理 大家在學 然後在弄 這個反而是我們內部 因為只有企業內部做好探定價 後面的這個探費才有意義啊 沒有企業的內部探定價 最後就變成是一個很大的 這個企業的這個成本在裡面 這個是一個很危險的事情 所以我們記得我們 因為有這樣的概念 我們在COP28 我們辦了很多場研討會 大概一百多個強者 在座有些人都參邀我們這個活動 大概只有三分之一是台灣的 企業 那其實我們就跟歐洲的接軌 就非常的快 例如說我們跟歐洲的氣候 歐洲的數位跟綠色的聯盟在一起 然後跟日本的企業後的領袖的聯盟在一起 我們就接軌很快 但是呢 接軌看了之後發現我們一點都 還不錯做的還不錯 但是問題是說 人家歐盟的先進的企業 他們的減碳目標 經營目標是2040 所以我記得那個 我們的台北市電腦工會的理事長 就是友達的 彭雙浪的董事長說 彭博士我們還要很努力 我們能不能 他們如果台達電要把這個2050 你變成2040 這個壓力會非常的大 那回過頭來 要不要探廢 其實大家這個事情 因為有探聽價了 所以對我們來說 大多數不是一個太大的問題 但是最麻煩的是未來的可預測性 未來的這個路徑沒有看不到 然後如果這些企業 最好的工具就是我們好好買綠電 可是綠電的這個passway 隨著我們的這個 氣候綠色金融沒有很明確 所以也可能會造成 我們未來的這個綠電的 這種適度 讓企業買不到 或是管道不好 反而在國外 例如說對岸的中國大陸 其實你們去看我們很多上次的工程 如果在大陸有場的 他們在大陸已經淋了啦 已經進零了啦 那其實那這個怎麼看這個事情 所以其實在很多的國家 他們在選擇的時候 別的國家的管道 比我們更豐富一點 所以這個是也建議環境部 一定要去思考 如何幫前面的企業解決 因為只有前面的企業 做完一個範本 才會帶動後面的企業 當然不一樣的企業 有不一樣的文化在裡面 所以我建議這個部分一定要走 那日本呢 其實還有一個 他們告訴我說他們 怎麼檢判 他們跟日本的政府 一起去國和去做JCM 去做這個事情 那我們的環境部 跟很多的國家說 有沒有辦法提供給我們這個管道 難道要我們一個企業 一個企業去跟每個國家去敲門 拜託給我一點點好不好 可是他們回過頭來 你們探權還是要國對國來做 那我們的環境部 我們的國家對國與國 其實會在什麼地方 這不明確 所以我是覺得 現在我覺得還有很多的工具 必須去從大方向來思考 不能從環境部 只收一個探費的角度 來做這個事情 這個會很危險 那剛剛有提到我非常贊同 不是只有產業 而是要各行各業 全家便利商店要不要收 Semi-level要不要收 它排量那麼高 不收可以嗎 這個如果你們不收 環境部未來就會變成很多環團 公頸的一個標的 因為你們等於是抓大放小 這樣不公平嘛 所以這個很多的 學校要不要收 台大也排六七萬噸 要不要收 這個其實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 你收了台大會認真撿得更多 所以這個本來就要收的這些事情 那另外一個呢 就是最後一個就是開放政府 我在兩年前在開放政府 行政院開放政府 我當面提一個 我跟林子倫提一個 我們在禁營所有的程序 要用開放的程序做 但是很可惜的 唐豐沒有接受我的看法 把這個事擬延到這邊 所以我在520之後 我們照樣會提出來一個 從民間版提出來 要求政府在禁營這個預算 像這樣的場域 要用開放政府的方式來解決 不然的話我覺得 花這樣的方式 真的耗費很多的成本 努力來做這個事情 要用開放政府的方式 來做這個事 謝謝 好 謝謝鄧博士 看著查 鄧博士剛剛爆料 說有一些他們的電電工會 產的這個會員是 被政府拜託去買探權 我也爆一個料 台灣氣候聯盟 這個是我們封建中心 在2020年8月有機會 在跟賴清德副總統那時候建立的 所以10月就找到8大電子產業 成立了台灣氣候聯盟 所以有機會再繼續 跟現在要新任的總統來遊說 這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一個可能未來的方向 第二個被他爆料 還不止這個 他現在爆料數位部 沒有認真減碳 我想這個概念大家要記得 數位部沒有在減碳上的盡責任 那現在財政部也被點名 我想我們這個說今天研討會 還要把這個 除了環境部的這個 很很辛苦的努力之外 我們還要求這個財政部 跟數位部 必須要一起來共同努力 其實這是一個 我在爆料數位部有個靜靈科 你們知道 他有沒有在做事 大家不知道 我想問題是總體性 跟動態性 剛剛這個 胡同市長也提到 這個跟國際介入 這個大家都同意 總體性 我們最後一位請到 這個碳稅聯盟的共同發行 潘安生 大家好 我就直接講 那我這邊會講三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是談 我們碳稅聯盟主張這個 碳稅補發制度 這個跟大家做一個溝通 第二個部分是談整個 氣候治理的機制 那第三個部分是跟環境部 來對話這個關於碳費的問題 那第一個 這個碳稅的這個普發制度 我們主張碳稅的普發制度 其實在國際上 就是能源稅的三重效益 我想能源稅三重效益 大家應該很清楚 第一個就是 減碳 就是值值的減碳效果 以價值量造成的減碳效果 第二個就是產業的轉型 那今天前面很多 前輩也講了很多 就不用再多談 那第三個就是談到社會公平 那減碳跟經濟的產業轉型 這是碳稅它怎麼課徵 所造成的效果 那社會公平這個就是 我們碳稅的配套制度 就是普發回去 它是怎麼用 那一開始也有朋友問到說 碳費怎麼用 那碳費就不能拿來做 社會公平的這個普發 那剛剛也有提到這個 新加坡的做法 加拿大的做法 那國際上法國也有類似的做法 德國也準備在2025 要把這個錢發揚回去 給這個民眾做一些補貼 那我覺得這個 這三重效益 應該是大家要注意到 是說 好像碳稅課徵以後 好像物價會上漲 剛剛提到說 綠色通膨 可是其實通膨很小 就會因為綠色而造成的通膨 其實很小 可是沒有去把它量化 而造成了大家在討論政策時候 沒辦法做這些比較仔細的溝通 那其實 如果真的造成綠色通膨 那就是我們要的效果 就是因為我們要以價制量 就是希望價格高了 你不要用那麼多 你不要排它那麼多 所以必然會造成綠色通膨 反過來說綠色通膨 本來就是我們課徵碳稅碳 的目標 當然會造成這樣的效果 我們怎麼去處理 那所以我們剛剛有提到說 我們要用社會公平的 這個碳稅補發的方式 那其實 我們已經 大家已經很習慣 在台灣已經很習慣 收到錢了 已經很習慣 就是說這個制度已經存在了 這個發錢的管道已經存在了 但是德國他們現在討論的是說 他們沒有這個發錢的管道 他們想要做沒有這個管道 我們台灣已經有了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做這個 那碳稅這邊其實跟大家溝通一個 再溝通一個事情是說 我們在制度選擇上 碳稅有什麼優勢 那這邊有三個優勢 第一個是簡單 廣泛行政成本低 就是大家都會課到 而不是只有所謂抓大放小 那放小其實那個小不小 現在那個小有一半 有一半的沒有被課到 一半的排藥量沒有被課到 所以不是抓大放小 它是抓大放的很大 那碳稅就有這個好處 它可以很簡單 行政成本低的是去管道 去課程到很多的排放量 那第二個是對企業來講 其實它是可預期的 因為碳稅這個稅率 碳稅的稅率是要立法院訂的 所以未來五年十年 企業都很清楚 可是我們現在環境部的碳費 它是一個審議委員會 但根本不知道啊 那你碳交易那個價格是波動的 企業無法掌握啊 所以這是碳稅的一個很大好處 那第三個就是國際接軌 西奔 西奔的接軌 現在環境部的這個碳費 它有優惠費率 有補貼污染者 在西奔是接不起來的 那剛剛 我也跟我們的司長 這個經濟部的司長 討論了 其實他們也知道說 油氣類貨物稅 如果轉成碳稅 就可以跟西奔接軌 可是現在的貨物稅 因為它的立法目的 不是環境保護 所以它不能抵西奔 那所以我們在 大家如果去看上一屆的 立法院曾經有碳稅普發條例 它裡面就是希望整合油氣類貨物稅 所以這是一個碳稅制度裡面 選擇這個制度一個很大的優勢 在國際接軌方面 其實我們今天的這個氣候治理機制 我們今天是比較多是環境部 跟經濟部的 或是產業界這邊去討論 那我們的確要把財政部納進來 因為氣候變遷應應法 在立法過程裡面 要把財政部納進來的時候 他們適時抵抗 適時抵抗 那就是看當時的審查過程 他們就在抵抗 那我們希望未來 我們要逼財政部來面對這件事情 那現在如果經濟部 想要把油氣類貨物稅 變成碳稅的這樣的政策方向的時候 就有機會把財政部拉進來 那我希望社會上 大家要更多的討論 那現在問題是在於說 第三個部分要談到環境部 現在跟環境部在討論這個碳廢制度 我覺得環境部的碳廢制度 真的是世界上 我不知道是不是第一複雜 可能是第二複雜 可能是第三複雜 但是總之就是太複雜了 我們浪費了那麼多的行政成本來做這個 要給多少紅蘿蔔 但是我們現在國家就是給太多的紅蘿蔔 而太少的編輯 所以我們的電價才會那麼低 造成全民在補貼那些大的財團 不是大的財團 大的排放源 那我要問是說環境部 幾十年來環保團體跟環境部 常常糾結在一點 就是說環境部的立場到底是什麼 到底是為誰辛苦為誰忙 幾十年來環境部常常都在幫經濟部 的立場去幫產業界 而不是站在環境的立場 環境部的立場 應該是要想說 碳背到底要收到多高 才能夠真的以價質量 減少這個排放 而不是一直去想說 哎呀這個 這個怎麼辦啊 企業倒了怎麼辦啊 這不是你的事 這是經濟部的事啊 這是經濟部的事 環境部應該要花更多的心思 去想這些事情 環境部應該要去跟大家講 說碳背課程下去是一個商機 可是我們今天討論多少商機 我們今天討論的社會能量 我們今天在這裡就是一個社會能量 可是我們討論的是 怎麼幫那些企業活下來 而不是我們新的企業怎麼生出來 在十幾年前 能源稅 當時提的版本是 因為我們的油電價格太低 所以產生了很大的空間 我們轉型 課增 能源稅 或是碳稅的空間 當時的版本是 用十年的時間 把我們的真正企業的能源成本 就是加上稅以後的成本 十年的時間調到跟韓國一樣 如果十年還調不到跟韓國一樣 這個產業就不用存在 那有十年的時間讓它轉型 如果十年之後 這個產業不能存在了 這些勞工 我們想辦法共振轉型 讓它活下 有其他的方式 那所以 所以環境部 希望 能夠站在環境的立場 不用幫經濟部想那麼多 好 謝謝 好 謝謝 潘先生 因為我們剛剛晚十分鐘 所以我們還有 可以再往後挪十分鐘 所以我們應該還有二十五分鐘的時間 來做好做好來討論 那剛剛蕭戴基老師上一場 好像意猶未盡 我們待會可以再留點時間 尤其蕭老師特別對這個 免征的一些制度 包括日本的制度 有一些研究 我們還是先第一輪好不好 先三個問題 然後看 麻煩就 這個 舉報一下您的 這個 背景 然後 兩分鐘會先 您要請哪一位回答 喂 你好 我們這邊是那個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的研究員 我叫沈穎珍 那我想請問各位先進 就是 因為我們現在探費的收取 不管是到時候決定要收多少 一百元三百元五百元 就是他這個探費的價格 都是固定的 那我想請教一下 有沒有那種 累進的收費的可能性 就是 因為像不管是我們的所得稅 或者是像空屋費都是累進的 就是你排放比較高的話 他是會收取比較高的 那個錢這樣子 那我想就是想請問一下就是 我們的探費是否 就是有沒有可能是運用這樣子的制度 那如果是運用這樣的制度 的話 我是覺得有個好處 就是說其實 如果照這樣的制度 的話 我們也不太需要去談 所謂的 優惠費率 因為對於那些排碳大部來講的話 他減少 他的排碳 他其實就是可以降低 他就是 繳交這個費用的級距這樣子 所以他減的錢其實是多的 那我們就不需要另外去設計 一個優惠費率的東西 然後讓他從原本可能探費收取三百塊 然後又再減少更多這樣子 那我不確定這樣的想法是不是ok 那可以請就是 您是要請問哪一位 是要請問台前的 還是要請問蔡署長 或是市局長 他們都還在 他們非常的對不對 我沒有特別想要請問哪一位 但可能 那這個等一下 是不是簡單請蔡署長 簡單回應一下 好我們再來收集兩個問題 好謝謝 謝謝 我這裡是環境發言人協會秘書長 我名義律師 這邊我想請問一下工總 有關於剛剛 其實蕭老師也很明確的就是表示了 這樣就是以所得稅 這樣子思考這個免稅額的這樣子概念 並不能套用在 所謂的這個2.5萬噸這樣子 免增額度這樣的概念 那對於這樣子的排碳大戶 一直在強調 國內商業競爭的公平性 我想問一下說 真的因為這個2.5萬噸的免增 國內的排碳大戶 就失去了國內的競爭力嗎 那第二個 我想要呼應一下 劉仲文老師的一個說法 現在台灣其實是被列為是一個高度 可能是碳洩漏的國家 那所以某程度來說 台灣的經濟部的思維不應該是 再給予產業優惠 而是應該是由像周老師所說的 我們必須要儘快轉型成一個 不是碳洩漏的國家 讓我們產業本身出口的時候 不需要再去繳交C-Band 這樣子的一個費用 所以這個部分在產業的思考上面 是不是應該要回過頭來說 不要再以 所謂的商業成本的運作來思考 而是在思考怎麼樣 配合國家的運作 讓國家的轉型能夠更快 讓台灣能夠排除在這個碳洩漏 發展的一個這個名單的裡面 而成為一個是我們出去 是沒有C-Band的問題的 這樣子的一個國家 才會有剛剛 陳副主 這個公眾裡面所說的 所謂我們要不要台灣 也要有C-Band制度 可是現在的問題是 台灣本身是高度碳洩漏的制度 的國家 我們自己設C-Band的目的 到底又是什麼 這個我覺得 是一個蠻奇怪的問題 而且我個人對於C-Band 如果到處都在C-Band的話 會不會造成一種關稅壁壘 變成大家各自玩各自的 這個恐怕也是 需要思考的一個問題 那以上詳細文公共這邊 好這個問題 待會請陳文秘書長回答 那徐老師我想 也可以來回答這個問題 好我們再說起一個問題好不好 一個到兩個都可以 好我們就先這一輪好了 那剛剛第一個問題 蔡署長 剛剛我們就是好像這個 綠盟的夥伴有問到說 要不要採用累進費率 那當然我們在做這個 氣候法的這個碳費徵收 其實開中民意講得很清楚 我們目的就是希望能夠 去加快加大減碳 那所以在制度的規劃在設計上的時候 會從我們國家的排放結構來看 那我們的排放結構是 剛剛我的簡報裡面有一張圖 我也補充一下 這個簡報是可以提供給大家 其中就是我們這個排放結構裡面 有11個工廠 他的這個排放量就佔了這個 我們現在盤查裡面的45% 也就是說其實這個很大跟小差很多 那如果說又採用這個累進 這個收費的方式來對這些 很大的他既然他已經很大 然後我講的是排放量很大 然後我們目的是要來減碳的時候 那用累進收費的方式 有沒有辦法來達成我們這個目標 其實這個是需要大家去思考 那簡單來講就是剛剛我們 就是我們潘這個 我現在要稱找幾人 他說我們的碳費是世界 什麼第一複雜 第二複雜 第三複雜 但事實上也沒有那麼複雜 但我們的討論是說 這個累進費率可能在現階段 他對於這個促進大的排放也來減碳 可能那個效果沒有那麼高 那但是今天大家就提到說 對於這個2.5萬噸這個起增點的這件事情 我們是市場今天也在 所以我們會很審慎的把各位的這個意見 我們會聽進來 那會再仔細再來討論一下 謝謝 那個各位大家好 我大概就是嘗試著回答剛剛的提問的問題 就是說其實就是說 這個所謂的 因為我們現在起增點是2.5萬公噸 那為什麼 因為我講說就是因為我們的起增點是這樣子 你如果不把這條線切下去之後 底下免增 事實上就會有產業之間的一個公平競爭的問題 那這是在基有的框架下面來看這件事情 就是說我們基有的框架探費就是總量 然後去乘以費率 現在費率沒有定 可是我們總量的這個框架已經在這邊了 那所以我是覺得說今天這樣一個場合 大家做一些良性的溝通 讓這個制度的設計怎麼樣更可行 然後更周延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一個討論跟方向 那所以回過頭來 我們就要來看說 我們這個總量去乘以這個費率 因為我之前 因為這 我們談探費這個問題 已經是很長時間大家一起來討論 我記得以前曾經有一些前輩先進 他談到說我們現在的這個探費P乘以Q 就是重點是在Q不是在P 所以這個Q呢 我剛剛就講 就是說我們這個量呢 我們現在就用這個總量來看的時候 如果我們今天想 一個排碳很多的企業 當然他要去檢討 他要設法減碳 可是如果我們這個碳費一定了之後 比如說以三百塊為例 我們來試算 一家企業他就要繳好幾十億的 這樣子的一個碳費 到底合不合理 到底有沒有這個必要性 因為讓這個企業的競爭力 他從雲端就跌到 可能不曉得哪個地方去了 所以我是覺得 如果我們可以跳脫這個框架 來看待這個問題 怎麼跳脫呢 就是說其實我們看歐盟 他其實在這個所謂的 碳費的這個費率上面 我們很多那個就是前輩先進的 他們的費用那麼高 那為什麼我們台灣在談這個問題的時候 從一百塊兩百塊三百塊 大家都在談甚至更高都有 大家都覺得我們為什麼收這麼低 其實重點就回過頭來 我剛剛講我們是用總量來克徵 可是歐盟它是有一個那個 所謂的免費核配合的那個基準 那條線在那邊 超過的部分你沒有辦法達到 政府他才克力你比較高的那個碳費 藉由這樣子的機制 讓大家能夠願意去多減一頓碳 我想這個優因是在那邊的 可是我們目前並不是這樣子 所以我在想就是說 如果我們整個制度 整個碳費的徵收還有時間 還可以有更多討論的時候 如果能夠跳脫 既有的一個制度設計的框架 大家再來更多的一個 一個腦力激盪跟及時廣益 我倒覺得這對未來 不管是那個減碳的這件事 只減碳這件事情 還是整個產業的發展 我覺得都是好事 大家就嘗試來做這樣的一個回答 我回答一下 我剛才提到那個累進的問題 基本上這是一個市場機制設計的問題 我們不管是行政成本 或是污染成本 對整個社會來講都是總社會成本 所以記得寇斯定理他的定義是說 如果交易成本是零 污染方或被污染方 他們兩邊互相的自由的去補償 最後讓這個市場機制運作 還是能達到摩拉圖追思 好那這句話的重點 它的隱含的意思就是 你交易成本要是零 所以你如果把一個制度設計的很複雜 你的交易成本就不會是零 就會是越來越大 甚至交易成本是包括四個 不是只有資訊收益的成本 溢價成本 或者是說簽約的成本 最重要還是違約的成本 今天不管是嫖率 或者是這個 這個就探這個市場 為什麼是最大的市場市盈 最難修復的一個市場市盈 就是因為它太容易違約 太容易嫖率 有太多資訊負對稱 所以這個部分是 今天之所以我們要解決這個問題 就是一定要回歸到市場機制 那市場機制就是 就是MCR的AMR你的編輯成本 跟你的編輯收益 兩個都要堅固 所以這個東西沒有含混的替代 所以我會覺得 你又不是只有這個工具 你說是所得稅 或者是電費累進 是因為你只有這樣一個收費機制 對不對 你時間電壓或累進電費 但是這個不是啊 這個你還有 ETP Emission Trade Permit 或者叫ETS System Emission Trade Permit 所以你有很多其他的工具 來處理這個問題 所以就盡可能是用好幾鐵藥 而不是一鐵藥你嚇得太重 重到他 整個人就昏了 你懂我意思嗎 但是你自己 醫生也會不要搞昏了 醫生你就把他再拉回來 還有什麼東西的話 盡量balance會比較好一點 然後我一直覺得 可能現在年紀大了 然後我今天剛好這個月 剛好七十 所以我現在比較認為誠實跟真實 是面對一個問題最好的辦法 它就是綠天鵝嘛 它就是通膨嘛 它就是會造成失業 That's the fact 你不要閃躲 也不要把它美化 然後去搞這個問題更複雜 你交易成本就更多了 因為你光是要解釋這個名詞 就講不清楚了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其實今天這個問題 我們今天還是 我個人認為 這國際上的主流 你就是看著這個 歐盟怎麼走 美國是因為有 有完全不一樣的信仰 對他們來講是信仰 川普上任的時候 根本就不能夠有溫氏效應 這兩個字 在他們的任何公文往來的 這個大家應該都知道嘛 所以這個問題是 歐盟比較 他讓我們覺得尊敬 是因為他對這塊 就地球這些土地 不是他自己的 他都有一種尊重 跟這樣 那我們其實應該就是 很真實地面對這個問題 人不可能一夕之間 就可以轉向 更何況 企業有貪體折舊的沉默成本 我們人有沉默成本 人最難改變的就是你的觀念 所以這個都是 都是交易成本 所以觀念的改變開始 我們現在就是資訊 交通 這個制度交易成本 開設會一定是成本 好 以上這樣答覆 我們還有一點點的時間 這你大概也要做什麼補充嗎 沒有嗎 其實我非常同意 雖然是綠天鵝 但是還是綠商機 那其實很多的企業在台灣 我建議說環境部在推這個的時候 也要把綠色商機轉型的拿出來 像我知道有些企業 他不敢對外來說太多 例如說他原來沒有那麼多綠色成本 因為像美國的IRA 剛剛老師問到我 就是美國的將近東盟法案裡面 有11兆是做氣候變遷 所以我們台灣很多的企業 拿到國外做淨銀的商機 已經在轉了 友達已經15%了 你不要覺得友達只會做面板 他做了好多新的轉型 大家都在轉型 但是他轉型呢 如果在台灣這個社會 環境部沒有辦法給大家很好的信心 然後這個事情 就只能停留在這個角度的話 大家就會覺得 算了算了我自己默默做 我自己這樣轉就好了 所以如何讓大家有信心的 讓年輕人對於綠色 工作機會有想像的 是可以變成一個減肥的大產業 不是只有 每次搶體重機 體重機只有比最便宜越好 我們現在不是這樣嗎 要碳盤茶越便宜越好 然後不然的話 大家跑去上那個貴桑桑的碳管理師 這種東西 那這個有什麼意義呢 所以我是建議說 環境部做這個事情 我非常肯定要碳盃要收 當然這個 檔案不一樣的意見 有不一樣的看法 這個要協調的 因為這個到最後 一定有人會 這個 這個就是一個新的公正轉型 必須去考慮 但是這個要更高格局 不應該只有讓環境部 單獨的去承受這個炮火 因為這個是國家整體發展的內容 那我是覺得我自己看到的是 我們國家已經有很多的企業 已經看到這個 新的機會去做這個事 探費只是一個過程 不是最終的結果 謝謝 我們有沒有最後一個很緊急的問題 覺得說你今天會問 因為我想要對話一下 就是那個關於國內競爭的公平性的這個問題 我想有三點 第一點就是說 我記得之前工種的白皮書 其實他也是主張說 應該要一視同仁大家都客 可是我們用探費的方式 就沒辦法 大家都可以 所以我們如果 把這個制度歸零去思考 其實就應該做探稅 那當初本來是想說 用探費是可以很快 因為探稅你財政部 還要去整個稅改 其實牽涉各部會很大 結果我們現在發現 用探費本來想說是一個簡單的路 結果環境部現在變得很複雜 因為企業都想要去找環境部拉皮說 你這裡有沒有開一個小門給我 這裡開一個窗子讓我跳進去 就是現在變成這樣的問題 那剛剛有提到說 或者今天一整天在談到說 歐盟或是其他國家 他有免費的額度 可是歐盟人家是碳交易制度 阿我們這個是探費 這兩個學禮完全不一樣 怎麼會拿在一起談 我想大家當然都會想要降低自己的成本 想要再拉比想要做社會溝通 但是我覺得一定要講道理 因為講這種不是道理的道理 就是浪費大家的交易成本 就是這很清楚 學禮大家如果讀書的 都知道是不一樣的制度 你拿來比 這樣就是浪費大家的交易成本 那最後一點就是說 關於這個 這個實際面 就是說 龍頭廠商因為大廠被課了探費 所以跟小廠沒辦法競爭 這個我其實真的無法 我就不可思議啦 就是我以前也是做 我以前在金融業待過 當作基金經理人 當作研究員 大的龍頭廠商 就是這個廠商最有 這個產業最有競爭力的公司了 結果你被課一點探費 你說你沒有辦法 跟那些小廠做競爭 這講不過了 這道理上就說不通嘛 現在的問題反而是說 我們現在看到的問題 我們幾個 當然 我自己看到的問題是說 其實台數啦 中鋼啦 這些大的企業 台你啦 包括台你今天也講了 其實大家都已經承諾2050 進行排榜 在全世界 因為資本市場就要求嘛 你就承諾了嘛 大家都有減碳目標都拉出來了嘛 那個中鋼 剛剛關於那個 交媒 要怎麼去掉 都有時程都發出來 你們的ESG報告都寫了啊 那還在這裡 在那邊糾結這個 你們未來都已經承諾要做了嘛 那反而是 我們現在遇到的這些 探稅 探費 探定價 探交易 探權 很多的問題 反而是中小企業他們在抵抗 很多大的公司 電電工會 工種 我們的會員 你們的會員 大家大的企業都知道怎麼做 而且都知道是商機 都急著要做 反而是很多中小企業在抵抗 很多的 我們前面 很多民進黨的政治人物 跟我們在溝通的時候 要說 以前這個 那個環境部在做那個 那個柴油車退產 就變成選票壓力啊 電動車 那個傳統計算就變成選票壓力啊 所以我們現在談公正轉型嘛 那我們現在探定價 其實 我們要去想是說 那些中小企業 怎麼讓他們趕快去 認真的去思考說 這是未來 五年之內就會遇到的問題 不要再逃避了 這才是我們現在要想的 可是如果說 這些龍頭廠商現在都一直在想說 去跟環境部拉比說 能不能開一些後門 那這些小廠就跟著看啊 就等了啊 就拖延了大家的轉型嘛 不好意思 時間假的聯動 那個那個 就是周恩老師 兩分鐘好不好 然後我們丟兩分鐘給蕭老師 我剛好我講的蕭老師一定可以補充 因為我要講的是 真的是 因為我剛才提到 因為也是跟前面幾位先進做一個對話 今天我們很多時候在討論 碳費 對於 碳定價對於 總體經濟的衝擊 大家常常是把它看成一個 一個負面的效果 那我們在學校工作 最喜歡讀論文 這邊有一篇 The Microeconomic Impact of Europe Europe's Carbon Taxes 去年發表的文章 就說 他用過去三十年歐洲探索的資料 發現對於就業 跟總體經濟 不但沒有負面衝突 甚至有微小的正面的影響 那這部分也是呼應剛才蕭老師 提到這個波特假說 其實我們不應該把環境管制看成是成本 其實它是 可能是有產生這個 創新的可能 那其實類似的研究是蠻多的 就不會 不會以往大家可能過去就覺得 阿克稅是阻礙這個經濟成長 但其實這個稅是 這個費是矯正原來外部成本 其實它是一個 整體來說是一個非常正面的事情 好 那我把事情交給蕭老師 謝謝蕭老師 你如果不講的話就換我講 好 我要最後跟大家做個報告 那個其實 我想今天的討論 應該是很多議題都出來了 包括這個 包括這個碳費 這個2.5萬噸或扣減的 兩個一個是起針點 逐年下降 第二個是這個 要不要扣減2.5萬噸 其實這個看起來 變成是minor的問題 大的問題今天大家都看出這個架構 所以我們今天談到這個 總體性和動態性 那剛剛這個許智希老師也提到 裡面有一些 需要更多的這個資料的分析 可以研究 我覺得台灣這樣的起步 非常重要 第二個我還是建議 應該是經濟部 剛剛我問這個莊敏祠市長 一個問題 經濟部跟環境部 還是要多跟這個 各界溝通 包括學界 我覺得這個長期 我們都一直在呼籲 其實今天討論 我想大家可以充分看到 大家都是在講道理 對不對 那有不同的論據 在不同的論據 背後可能 還要去更多的思考 那我想這個是 非常重要的一個步驟 好 我最後跟大家報告一個 我今天寫了一篇文章 在今日報 就是這個我們工研中心在前年 跟去年的兩個 氣候財務相關揭露報告的調查 跟去年底的公正轉型的調查 其實都顯現一個爭後 包括勞動部這個環安所委託的一個報告 委託我們新秘農叫做報告 第一個 我們的企業會認真做探定價有兩個主軸 第一個主軸是太陽國際市場 所以今天我想與會代表都有提到這個 第二個他們都是端視政府的政策 跟這個法規 那後面的議題就是說 我們的政策跟法規 如果沒有這個比較有一個 有效率的 比較所以我講那個速度 這個企業就會在那邊會停在看 對不對 所以交易成本就非常高 所以這是調查出來 看到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證明 好那第三點就是在我們公正轉型調查 從這個勞工 從員工 尤其高碳碳產業的員工 你的態度也看出來 就是他們到現在都看不出 他們公司有很簡潘的決心 那所以這個是今天我想 黃世忠副總裁 他從業界的角度 才看到了業界產生的一個情況 所以我想這個是大家一起來區隔 當然國家的制度也不是說一下子就要用非常嚴格 但是循序漸進 但是合理 但是又不能落入於在辭職的一個狀態 所以我們今天設計這個論壇 其實為什麼會談一個辭職性的制度 正在發生 這是過去台灣二十年三十年 都是用這樣的態度在面對問題 所以今天我想大家都是希望能夠 更加完整更加完備 有體系性有動態性更加前瞻 我想很謝謝各位今天的來參與 也謝謝兩位環保署 蔡署長我們次長能夠做到現在 這個也不容易 以前我們次長自製完就走了 所以我們給他們一個好介紹 謝謝今天我們幾位產業界的代表 還有MGO的代表還有學姐 我也非常謝謝我們風險中心的工作人員 因為他們其實為這個事情 年輕我們就在努力 那今天總理來講 謝謝各位的參與 謝謝 謝謝